很多人土豆买回家不是红烧就是炒 今天这个做法你肯定没见过 而且更好吃 土豆切丝后用清水洗一遍 再放入盆中 加胡萝卜丝 葱花 盐十三香 四个蛋清 再加一袋这个煎饼粉 这样做出来更加香脆 油热下土豆丝 再整理成鸟巢状 放入剩下的蛋黄 小火煎 煎至定型后翻面再煎 闻到香味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做的鸟巢土豆饼 全家都喜欢